又到了吃南瓜的季节 今天来分享一个南瓜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们先将南瓜的皮给修掉 最好准备这种老南瓜吃起来才甜 去皮之后去掉瘾 先准备一小块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进盘中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熟 大概需要15分钟的样子 再将剩下的南瓜丝用擦板擦成细丝 擦好的南瓜丝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然后搅拌均匀 腌制大概5分钟左右 再来准备一点泡发好的黑木耳 先切成细丝 然后再剁碎 剁好之后放进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准备几个香菇 去掉地 先切成薄片 然后也给它剁碎 剁好之后也放进碗中 再来看一下 南瓜丝已经出水了 我们将它的水给挤掉 放在案板上面也切碎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来准备一点泡发好的粉丝 将它切碎 放入碗中 拧出一个小碗 打入三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将鸡蛋给搅散 搅好之后放进油锅里面 用筷子花串搅拌 把鸡蛋炒散 炒至水分变干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将鸡蛋也放进碗中 再来准备一点小葱切成末 切好之后也放入碗中 我们再将蒸好的南瓜给取出来 用叉子压成泥 再加入剩量的面粉 搅拌一下 下手揉面 面粉的量大概和南瓜是2比1 揉成团 然后再放在案板上面 用手掌来回的揉搓 这样面团很快就能够揉光滑了 揉光滑之后 再搓成细长条 下成小剂子 撒上干面粉 将它搓匀之后 再将所有的面积给按扁 用擀面杖 擀成圆的饺子皮 我们再将馅料给拿出来 先加入稍微多一点的芝麻香油 搅拌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馅料出水 再往里面加入食盐 鸡精 花椒粉 再来一点蚝油 然后搅拌混合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在饺子皮上面打上馅料 从一边 一边打折一边不要打折 慢慢的往前面包 折打完之后再整理一下 一个月牙角就包好了 强不包好 摆进蒸笼里面 直接冷水上锅 盖上盖子 用大火蒸12分钟左右 我们的南瓜蒸饺就做好了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南瓜不要炒着吃了 学会像我这样做 能当主食也可以当做早餐 咬一个皮薄馅大 真的是超级的鲜 大人小孩都喜欢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接受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